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面条超好吃的做法 口味独特 吃了还想吃 一起来看看吧 准备适量的姜豆 切成小段 放入盘中 准备一个彩椒 切成丝 放入盘中 准备一颗白菜 用手掰开 将菜方和菜叶分开 把菜帮切成条 放入盘中 菜叶切成丝 放入盘中 起锅烧油 下入蒜苗炒香 炒香后下入姜豆 炒至变色后倒入菜帮 再倒入彩椒翻炒 加点老抽 胡椒粉 翻炒均匀 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 盖上盖煮 大火煮开 煮开后舀一碗汤备用 再下入切好的菜叶 放上干面条铺平 撒点食用油 打入炒均匀 打入一个正宗的母鸡蛋 再浇上汤汁 盖上盖子 大火煮8分钟 时间到翻拌一下 加点盐 鸡精 香醋 再次搅拌 就可以给家人享用了 非常非常简单的煮面就做好了 营养丰富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画面非常入味 你也赶快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来吧